哈囉,粉絲團的各位朋友,大家早安 今天要介紹的這款車,好像我也忘記了 但是這部車是現代的Elantra Sport Elantra這個世代代號是AD的 它的底盤其實有分成渦輪版Sport跟非渦輪版 它的後方的懸吊系統是不一樣的 如果是渦輪版的話,它的後方的是一個多連感的懸吊系統 如果是非渦輪版的,它的後面的懸吊系統 就跟現在的Mazda3的四代 或者是比較先發售的Focus的四代 後方一樣都是一個多一臂的系統 像現在Focus也有一個Lamo還是Lamo的版本 它後方的話也是多連感的懸吊系統 但是如果要論操控的話,當然還是多連感的會略上一籌 那這部車其實它底盤,原廠就做得很不錯了 等一下經理會一一跟大家介紹跟講解 那我們先來介紹一下,今天車友這部車 除了要安裝KT的道路板避震器之外 還有是前面引擎式的拉桿 還有後方的加速的防晴桿 還有後面的仰角調整器 所以除了避震器之外,還加上了三樣東西 那這三樣東西,待會也會一一跟車友們來介紹 因為這部車其實它的改裝潛力 還有它的底盤的整個反應回饋 還有它的交測數量跟動力 其實就可以預估到這台車是未來幾年之內很熱銷的一個暢銷的測款 因為它的動力本來就破了200匹 1.6加渦輪,而且是非CVT的一個變速箱的設定 所以它基本上的改裝潛力非常雄厚 那底盤也很不錯,所以它未來應該是有機會有一個熱銷的狀況 那這部車的車友,有很多經理知道的 都是在KT的北區經銷商那邊做安裝 那邊的話有安裝好多好多部的ELANDRA SPORT 那也許如果北區的車友的話 很歡迎到我們KT北區的經銷商來問問 或者是來找看看有沒有實車來試乘 都很歡迎 那這部車的話我們來介紹一下其他的部分好了 我們先來介紹車友有改裝的剛剛提到的三樣東西 那這三樣東西今天都是車友來指定的 指定的是乘附Harris的產品 那這個是原廠的防晴桿 原廠防晴桿還蠻細的 原廠防晴桿的出細 偷看一下筆記 原廠防晴桿是15mini 那改裝的話 它的標示是寫17 但10兩的話大概17到17.5 所以它的防晴桿是有加粗的防晴桿 那第二個是羊角 這個羊角啊 它原來的是不能調整嘛 所以改裝之後 它能做後輪 後輪這個camper的角度呢 就能調的很大了 但是這部車 建議說它底盤很不錯的地方 其實有兩個地方 第一個 它的後輪多連桿 所以它的輪胎的速腳本來就能調整 而且這部車呢 跟旁邊這台Golf 7代的GTI一樣 它的後輪呢 有兩個角度能調整 除了速腳之外 camper也能調整 但是這兩個調整的方式是 藉由偏心螺絲來做調整 所以它能微調的範圍啊 其實是不多 那如果是改成可調式的 可調式的之後 它能做的camper的角度 就範圍就大很多了 所以不論說 你要跟原廠車高一樣 甚至是你要降到輪胎 跟S板切齊的弧度 暢鏈齁 一般我們做的暢鏈 都有辦法來藉由 可調式的羊角調整器 來做出正常不吃胎的角度 所以它的功能性的話 就更全面性了齁 這個是後方的彈簧 後方彈簧的下橡皮要沿用 上橡皮的話不要沿用 上橡皮的話 KD的話就附一個小橡皮就可以了 這個是後方的筒身 那這樣的阻尼紙 它是一個多連桿的懸吊系統 所以它的阻尼紙啊 其實做的已經也還不錯了齁 沒有做的很軟齁 做的Q度也還不錯 所以它的damping的話做的也很不錯 但是這樣的阻尼紙啊 在高速的時候 經理可以告訴大家 這樣的阻尼紙在高速的時候是可以的 如果在國外低速也可以 但是在台灣的道路品質比較差齁 所以在低速的時候 它的路感的回饋就會比較直接 就比較沒有那麼舒服 這個狀況經理之前在介紹 然後W賓式的C-Class W205的後方 如果AMG的版本 它的懸吊比這個就硬很多齁 但是那一台車是後續車 所以它的阻尼跟這個來做比較 是不客觀的 但是經理要表達的重點是 如果以這樣的同期車來說 它的阻尼啊 其實做的比日系車還要來的硬朗許多 它的阻尼做的硬朗許多 所以它的原廠的高速反應其實還不錯 那後方本來上面這裡有一個原廠的上座 這個上座的話就是需要沿用 這個是後方的部分 那前面的話就沒有什麼特別 前面的話是一個麥花層的懸吊系統 它的麥花層呢 不只負責上下震動的吸附 當在轉向的時候 它避震器這裡有一個軸層 也會轉向 前面的話它的上座 上座的話是不需要拆原廠的來沿用 直接我們KT的話就有附一個全新的上座 這個是避震器跟拆下來的零件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它的改裝的部品 改裝的部分的話 這個就是仰角調整器 藉由這裡的這個區段 那麼寬的幅度可以調整 我們來調整後輪的Camper 傾腳的角度 好那鏡頭要移到下方了 那講到傾腳 這個角度已經很大可以調整了 其實這台車 它還有一個地方 是可以原廠就能有偏心螺絲 來做調整傾腳Camper的部分 在這裡 這個是下直幣 那下直幣的內側 一般來說是做螺絲對手 可是這台車還蠻用心的 它在這裡就有做一個偏心螺絲 這一個螺絲的話 可以藉由這顆螺絲來做Camper的調整 這個是後面的仰角部分 那在後方的話 這一個下直幣這裡 這個螺絲呢 是可以調整後輪的豎腳 所以藉由這兩顆螺絲 其實如果不降車高的話 這兩顆螺絲都可以對應得到 甚至是只有略降車高的話 也都還可以 那今天車友的這部車的話 原廠二五四五十七的 後面的話大概是三指半 快接近四指幅了 原廠的話大概三指半 那今天要略降到兩指幅 其實兩指幅就大概 原廠的豎腳跟陽腳 可以對應得到的幅度 但是有改陽腳調整器日後 如果要降到再低的時候 這個陽腳調整器也對應得到 就不用煩惱 日後要降低 又要再多花一次陽腳調整器的錢 不用一次就到位了 後方的話還有一個 今天改裝的項目 是Harris的後方的加速防傾桿 是在這裡 那防傾桿的用意 它就是過彎在側傾的時候 當然啦 改裝BNC之後就會好很多 但再加了後方的防傾桿加速之後 它後方的穩定度就會更好一些 但是這個防傾桿的話 就變成是看看個人駕駛的需求 再來做斟酌 後方的一個KT的設計 它的本來的彈簧跟避電器多年桿的話 就是一個分開的結構 其實這樣的懸吊系統 就很像是Golf的七代 Golf七代的話 像GTI啦 Golf R啦 或者是一點是R-line 它的後方彈簧跟避電器分開的 那筒身的下方的固定點也是在下足地上面 所以這整個結構呢 就很像是Golf的七代 非常非常像 那上座的話也是一樣 上座在這裡 然後上座的下方呢 就有做一個調整機構 從這個調整機構 就能夠調整阻尼的軟硬度 從這個地方來做調整 那車高的調整部分是靠彈簧 那筒身的長短 是在取決於它彈簧的預載 所以這個地方 如果我們把它調長調短 它並沒有辦法來改變車高 車高的改變是靠彈簧上方的一個 來改變的 所以這個筒身 在安裝的時候要特別注意 不能把它縮得太短 縮得太短的話 它的彈簧預載過多 就一定不好做 所以這一個地方 後方的調整 這個筒身 在安裝的時候要特別注意 大概就是像這樣 那前面的部分 前面的部分的話 是一個麥花神的懸吊系統 那上面的話 鏡頭帶得到嗎 這裡有一個 這個藍色的這一支 就是今天車友要加裝 乘富Harris的一個 前面的引擎式拉桿 那這個上部機構 它是一個試蓋 跟前一個世代的Elantra的MD 都大同小異 它有一個塑膠試蓋 這台車還蠻好拆裝的 但是要調整阻尼的時候 它本來的試蓋是蓋著 所以試蓋的扣具 要稍微掀開之後 手才有辦法伸得進去 調整阻尼 那這一個就是避震器的 上部結構 上座 上座的話 在正中心 有一個KT的LOGO 從這個地方 就是能調整 它阻尼的軟硬直 像這個這樣子 往順時針的話 它就會變硬 往逆時針 就是變軟 所以從這裡 就能調整阻尼 那調整阻尼 要特別注意的地方 是左邊跟右邊 段數一定要一致 從這個地方來調整 這一個就是 1.6升的渦輪引擎 大概好像也大概200匹上下吧 這個 大概 增壓值再稍微寫一下的話 都有辦法 大概220匹 230匹左右 所以這台的改裝潛力 真的也非常非常高 底盤不錯 然後動力又夠 所以就造就日後會熱銷的一個 一個 一個 背景條件 那這一個 是前面的彈簧 前面這台車 1.6升波輪引擎 我們彈簧配置是7公斤 200上 7公斤的彈簧 那這裡有一些的 油管固定架 這一個油管固定架 這個都是你看 相對它的位置 還有一個 ABS感應器的位置呢 都是一個專車專用的規格 那這裡有那個 離載船的固定點 離載船的固定點的話 它的原廠很 很上方 那有稍微往下弄 所以這個有 有離載船的固定點 就都跟原廠是一樣的 那前面車高的調整 跟後方不同 前面車高的調整 它是靠它統身的長短 相對的長短度 來改變車高 如果我們把統身整體的長度拉長 它的車高就變高 如果縮短的話 它的車高就變低 所以它能調高 跟調低的範圍 最高有辦法跟原廠一樣高 那最低的話 大概輪胎跟葉子板 也有辦法做到切息的程度 但像這一位車友 它有改了一個 前面的定封液 所以前面的話 大概降到兩指斧 就算蠻低的 前面預計等一下 大概降到兩指斧左右 那介紹一下KT的用料好了 像是裡面所填充的 KT的主名友 KT的話是使用一種200L 從意大利進口IP的主名友 油風的話 這部車我們韓國的代理商 我有看過韓國的客人 有改裝是日本的team 日本的team 做韓系車現在也做的不少 那像這台車的話 如果有車友裝team的話 是日本最大品牌的改裝team 日本的team的話 所使用的避震器的油風 也是使用日本NOK的油風 所以它的整體的使用的壽命 都相當的不錯 那KT的話 也是使用日本NOK的油風 所以它的整體的壽命都相當的不錯 那KT本身就是一個製造的工廠 並不是偽由他人所代工的 所以車友們 也許我們用的那麼棒的主名友 那麼棒的油風 但是有可能幾萬公里之後 也有可能會主名友裂貨啊 有可能油風會損壞會漏油啊 但是KT都有辦法針對這些單一的零件 來幫車友來做菜換 甚至是一個小螺絲 一個防塵套 一個饅頭 都有辦法來做單一零件的購買 還有更換 所以日後的售後服務呢 也是車友們值得安心的地方 那還有一個重點就是 不論我們北區的經銷商 KT的北區經銷商 或者是我們KT的中區經銷商 或者是工廠 甚至是有很多的南部的店家 他的電動的老闆 或是裡面的師傅呢 都是安裝KT的產品 所以很希望啦 車友們如果有要比較避震器的時候 都歡迎來找我們這些的通路呢 來試乘看看 覺得試乘之後 那個開起來的感覺呢 是自己喜歡的 再來考慮要不要安裝KT的產品就好了 那如果有任何問題 或是想要試乘的話 都很歡迎跟KT的商品聯絡 謝謝大家 掰掰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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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